微甜女孩惨遭技工师傅打头罚鬼,爱波自招内裤遗留饭店。 微甜女孩历经两年培训,终于出道发行首张专辑爱丽丝,这三个月来琴炮宣传,累积人气与实力,三人终于在本周举办人生首场签唱会学会。 首先是二日元宵节当天从嘉义台湾灯会开跑,受邀在科技灯会区舞台演出与民众同乐,三人坦言前一板压力大到失眠,爱波更开玩笑说,希望第一场能够万人空向,千万不要只有一半,变成,空向,就好。 当晚现场不仅有铁粉特地前来力挺,女孩卖力演出更是成功征服观众,甚至还有黑人观众在台下摇摆银河,可以说是另类国民外交。 三日马不停提移吃到台中大陆革新时代购物中心,微甜女孩事前拨空到逢假夜市采购饰品,大蛋美食,打造专属台中版造型,当天更惊喜。 从三层楼高的急速溜滑梯滑下开场,客服巨高从楼上一路尖叫下来,人味道生鲜到的签唱会创举,后援会特别在台中场动员,女孩寄出微甜拳近距离互动,赢家则获得爱的抱抱当福利,娃娃耿叶表示,这就是我们要的签唱会,谢谢你们来见证我们的第一次,我们一定会更努力。 台中场另一彩蛋则是为爱波精细庆生,当天早上启程后,牙牙与娃娃就联手出击,不断针对爱波检讨与冷淡,造成上台前团体低气压氛围,活动中忽然端出生日蛋糕庆生,才让爱波真相大白,平时超一的他,泪水更是在眼眶打转。 已经好多年不过生日了,非常谢谢这个惊喜,我真的好喜欢,但我们感情太好了,所以嫁根本吵不起来,经纪公司贴心送出一天假,让爱波可以回高雄与家人团聚,台中场一连演唱生态球等三首新歌,更加码热跳蔡依林神曲组曲,为活动画下句点。 微甜女孩在新的一年充满冲劲,日前特地拜访季公师傅为事业家时,牙牙上回参拜时获得给了一个平安符,除夕当天出门发现平安符静从车上掉下来,当下只觉得怪怪,结果。 在高速公路差点出车祸,整个车子打滑,冒白烟,索性车子幸运在安全岛旁停下,有惊无险地躲过车关,季公师傅当天立即用扇子打头,提醒凡事都要更加谨慎。 在旁的爱波偷笑牙牙被打头,季公对爱波说你也有劫难去罚贵面经才能化解,师傅加持后,给予满满祝福说,六月名声会更高,要更努力,做好准备。 有趣的是,季公师傅给了三人各一张平安符保身,丁宁女孩得携带,误搞丢,爱波却自招差点把符丢在台中饭店,幸好有找回来了,笑秒却苦叹但我内裤却不见,好想丢在饭店了。 感谢观看